好 接着我们要设定rigging的scratch and stretch 就是所谓的挤压跟伸展 那所谓的挤压跟伸展呢 其实在起始跟结束的地方是不需要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控制的时候 事实上其实两端是不会做变形 但是它可以控制到所谓的y轴的形变 但是另外x轴跟z轴的形变呢 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去决定它 那么所以能够控制的呢 基本上是这三个 哪三个呢 这个bong跟这个control跟这个control 那么这三个呢 基本上这两个的变形又不会 基本上还是以中间这个变形会最大 因为两端在挤压的时候 挤压到中间哦 它的形变 选这个 它的形变会是最夸张的 中间会变得最粗壮啊 或者是最夸张 OK所以 首先呢 我们会针对这个 在motion panel的地方呢 找到scale的地方 然后assign它一个scalexyz哦 scalexyz 同样的中间的这个bong3呢 我们一样选scale 给一个scalexyz 这个bong4 ok那么global的部分呢 它也会影响到所谓的挤压跟伸展哦 所以一样我们选择global的scale 一样给一个scalexyz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在做这个 squash and stretch的时候哦 呃 是靠距离来呃 计算的哦 那么 参考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给一个expose node哦 那么打开我们的snap 让它对齐到世界坐标的中心哦 再关掉我们的snap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个modify的地方哦 我们把它叫做 距离好了 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改变它 变成是axis tripod 但是它又过大哦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把它改成 只要 5 我好像还太大了 2.5好了 的一个大小 我好像看错了 OK 8好了 好 所以中间有一个 三脚架 的 呃 坐标轴 好 那么这个坐标轴呢 基本上我们希望它要link到 我们的 global上哦 所以当我的global 在做 呃 旋转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要跟着动哦 包括刚刚给的这个expose distance哦 那么 针对这个distance呢 我们希望做一些调整哦 是在 呃 local reference node的地方哦 不要让它 reference到它的parent 而是要 分别reference到 呃 这个anchor 哦 就是point helper 2 然后这边呢 要reference到point helper 4的地方 那么在flexy distance的底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distance to 呃 reference哦 事实上当我们改变这个 这个中间的控制的时候 两个的距离其实也就改变了 那当然也应该要影响到 呃 所谓的 这个坐标轴哦 呃 呃 呃 应该要影响到所谓的这个 这个挤压跟变形哦 就是所谓strange and scratch的部分 好 所以当我们的坐标轴改变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distance 应该也要跟着去计算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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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